臉書PO出網美照 美中央主席柯文哲妻子 陳貝琪充滿效益 很懂怎麼擺拍 但不曉得她的老公柯文哲 會怎麼看待這篇臉書 昔日承認用兒子的民意開公司 掀起人頭公司爭議的陳貝琪 生日一早全面否認 貝琪醫生生日 有要幫他慶生或什麼驚喜嗎 這個 現在每一天都是驚喜的 還有什麼驚喜 陳貝琪送給柯文哲驚喜 等到生日當天才出 對比千天被追著跑山賭議題 陳貝琪今日臉書常文聲稱 當初兒子已經成年 兩度自己走入銀行開戶 犯了哪一條法律 他僅參與公司的命名 以及督促兒子回國時 付銀行處理 兒子自己走入銀行的監視機畫面 只有檢調才可以申請調閱 而最重要的是這段話 他說在臉書上反諷說 對整件事情有翻譯 所以請從輕量刑 這種反諷的寫法怎麼在他人口中變成有罪了 最後他不忘感謝民眾黨黨團主任陳志涵 順道在他去大道城網美咖啡店吃早午餐 謝他幫我拍了美美照片 那個不是人頭 那個比較人頭的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父母太疼愛小孩子了 還幫他設公司幹什麼 我覺得小孩子長大自己去打天下就好了 陳貝琪生日這天心情很不錯 但全黨恐怕因為他再度陷入政治攻防戰 幾年前曾屢屢勸陳貝琪不要再寫臉書的柯P 恐怕萬萬沒有想到 自己的老婆再度提油救火 讓烽火煉煩燒 都有選擇的聲音縱火不倒